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对中东的新计划与以往并无二致 无论如何 美国在中东都会受到批评 外交在加沙战争中有机会吗 开罗会谈显示进展 但时间不多 拉法赫攻势即将来临 红海危机揭示了中国在中东战略上的一些问题 请大家收看 拜登对中东的新计划与以往并无二致 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处理方式 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 弗里德曼所概述的那样没有什么新意或希望 该计划包括推动巴勒斯坦建国 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联盟 以及对伊朗采取更积极的回应 虽然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比如对约旦和西安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 以及将军事援助与遵守国际法挂钩 但该计划最终仍然不足 它专注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未能解决基于威权统治的安全战略的根本缺陷 此外 美沙安全协议被视为对抗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但这种协议是否能确保沙特负责任的使用武器还存在疑问 最终 拜登政府需要认识到巴勒斯坦解放的持久重要性 以及依赖压制性政权来维持稳定的缺陷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使美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上的政策符合国际法 支持对潜在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并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存在 无论如何 美国在中东都会受到批评 彭博社 美国正在面对一个他从未想过要对付的敌人 由伊朗支持的组织利用中东地区的混乱局势 过去一个月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创纪录的袭击 美国已经向红海派遣了战舰 并进行了报复性空袭 同时还在进行疯狂的外交努力 以避免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战争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造成的后果将继续 根据加沙卫生当局的数据 截至2月12日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8000人 外交在加沙战争中有机会吗 半岛电视台 以色列威胁要在加沙南部的拉法赫发动地面进攻 这引起了人道主义组织的担忧 调解人仍在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 文章讨论了双方达成停火所需的条件 节目的嘉宾包括杜伦大学和平与安全讲师 专注于中东事务的独立政治顾问 以及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员 开罗会谈显示进展 但时间不多 拉法赫攻势即将来临 华盛顿邮报 在开罗关于加沙可能停火 和释放剩余以色列人质的谈判 被描述为无结果 双方谈判代表报告称 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 但缺乏确保停火得到遵守的保证 成为一个重大障碍 与此同时 以色列对加沙拉法的重大袭击威胁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联合国警告称会在加沙发生屠杀 国际法院被要求干预 保护平民免受对拉法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进攻 同时 西班牙和爱尔兰总理致函欧洲委员会 警告可能发生人道灾难 以色列进攻拉法的可能性加剧了与埃及的关系紧张 埃及反对将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北西奈 担心这将对埃及构成安全风险 并导致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永久流离失所 红海危机揭示了中国在中东战略上的一些问题 外交政策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崛起角色受到了审视 因为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 中国未能进行调解或采取外交行动 尽管中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 并将自己定位为崛起的全球大国 但其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削弱美国 而不是采取行动解决冲突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兴趣 主要源于其对该地区能源的依赖 以及对美国控制该地区安全和航运要到的脆弱性 然而 中国的战略是与美国共存 并说服地区国家在与美国的关系之外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尽管中东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角色表示欢迎 但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技术投资 和潜在间谍活动提出了担忧 尽管中国是由于美国的军事行动 而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受害者 但中国未能采取重大的外交行动 或提出解决中东冲突的方案 相反 他批评美国 并试图利用危机推进自己的经济利益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不作为和自私的做法 凸显了其关注削弱美国 而不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海盗如何激发了印度海军的行动 外交政策 印度海军在确保非洲东海岸安全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其在索马里海域的海军部署规模空前 与基地组织分支组织青年党恐怖组织有关的海盗 在近十年的部活动后重新开始活动 自11月以来 近20艘船只在亚丁湾被劫持 袭击或登船 航运集装箱费用翻了一番 印度海军将其海上部署从两艘船增加到12艘 重点放在印度洋东部 印度海军的行动凸显了该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地位 并对中国在该地区增加外交和军事存在的努力 构成了挑战 美国和印度在过去几年的防务合作中一直存在困难 但两国的合作在过去几年中有了显著增长 联合军事演习也有所增加 拉法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们警告道 英国每日电讯 世界卫生组织Hoo在加沙的医生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发动攻击 可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 Hoo表示 他们对加沙南部剩下的三家医院的应急计划远远不够 医生们还警告说 加沙地带的人道空间正在缩小 并指责以色列阻碍援助物资进入该地区 Hoo还否认了以色列声称其与哈马斯勾结的说法 埃尔多安和塞西要求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即将发动的进攻 半岛电视台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 法塔赫 塞西呼吁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南部拉法的即将发动的进攻 两国领导人在开罗举行了双边会谈 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地区挑战 重点是停止加沙战争 埃及担心以色列对拉法的地面进攻 会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推入西奈半岛 并威胁要暂停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埃尔多安还承诺 在短期内将与埃及的贸易额提高到150亿美元 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始认为英国完了 英国每日电讯 过去25年来 英国的衰落迅速 几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恶化 公共和私人机构破败不堪 生活水平下降 基础设施糟糕 排队 物资短缺和拥堵困扰着这个国家 而犯罪 混乱 欺诈和乱丢垃圾的问题也在上升 英国的优点 如个人主义和宽容 正在消失 这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注意到 直到为时已晚 那些预见到的人被嘲笑 未来的改善前景渺茫 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文章认为 英国衰落的一个例证 是反犹太主义的回归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 威胁着这个国家的未来 当局和主流媒体 对待反犹太主义漫不经心 其左翼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上升 特别是工党 吸引了反犹太主义的成分 文章总结说 英国岌岌可危 红海安全的战略方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下载测试188KB 乔恩 奥尔特曼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 就胡塞对中东稳定和该地区航运的威胁发表意见 威尔逊主席 康诺利排名委员 尊敬的小组委员们 我很荣幸能与您分享 我对这次听证会的看法 替为伊朗在野门的代理人胡塞对中东稳定 全球航运和美国军人的威胁 CSIS不持有政策立场 因此本证词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 而不是我的雇主的观点 在我的证词中 我想提出一个关于红海安全的战略方法 胡塞是一个矛盾体 一个靠微薄预算运作的杂牌军队 甚至不代表一个国家 不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 难以对付的对手 同样 美国应该很容易建立一个广泛的军事联盟 以保护全球集装箱贸易 约20%的航行自由 并且是欧洲能源和制成品的重要通道 然而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胡塞部队不断威胁全球航运 而美国主要与英国合作打击胡塞目标 而地区盟友和北约伙伴则保持距离 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胡塞视为伊朗恶意和地区捣乱的结果 有人呼吁对伊朗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 以惩罚伊朗政府对其所有破坏地区行动 有人呼吁彻底粉碎胡塞 我理解已断然遏制我们的对手的逻辑的吸引力 然而 如果没有明确的事先考虑 这样做实际上会推进伊朗的目标 而不是美国的目标 并且对稳定野门没有太大帮助 毕竟 威慑需要的远不止军事力量 他需要了解对手的动机 目标 偏好和感知 他还需要能够向对手保证 如果他们的行为改善 他们的条件也会改善 最根本的是 威慑的工作方式 是激发我们的对手 做出政治选择 当我们谈论威慑时 我们往往实际上市值强迫 我们将其视为一项 具有军事结果的军事任务 强迫比威慑要困难得多 因为它需要政府通常不愿付出的 政治成本的公开让步 通常 他们计算出 吸收我们的军事打击 并团结公众围绕国旗 比向人民显得软弱更有力 当我们陷入升级 而没有成功的陷阱时 我们推进了我们对手的政治议程 尽管削弱了他们的军事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离改变我们试图改革的行为 没有更近 让我首先讨论胡塞 他们是一个强大的 经过战斗考验的游击部队 驻扎在野门北部的高地 他们在过去20年中 一直与野门和沙特政府作战 他们的支持者 在很大程度上是贫穷和深感疏离的 他们抱怨他们的文化风俗 正在被世界主义精英和沙特 启发的宗教复兴主义者破坏 这两者都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工作 野门高地 有着悠久的武器 和射击热情的历史 部落民兵和其他安全部队 多年来 一直是他们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塞人的一些情绪 对我们来说 不应该陌生 随着野门政府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开始崩溃 胡塞人决定性地从北部扩散出来 一度似乎准备夺取整个国家 野门有着各种各样的部落和教派归属 以及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非部落人口 但胡塞人能够并吞和胁迫大片地区 他们现在统治着野门70%以上的人口 胡塞人的收入来自战争获利 敲诈勒索 走私和征税 他们没有建设野门国民经济 而是进一步使其陷入困境 伊朗并没有创造胡塞运动 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很有用 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胡塞人是一种折磨沙特阿拉伯的方式 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将沙特阿拉伯 视为其主要地区挑战 一个安全的沙特阿拉伯 可以将注意力转向伊朗 但一个被野门的挑战所困扰的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在过去几十年中 一直如此 需要分散自己的精力 此外 伊朗对胡塞人的投资使其在与沙特阿拉伯的交往中 获得了影响力 胡塞人则对沙特阿拉伯有着长期的不满 并且很高兴有一个外部赞助者 然而 伊朗对胡塞人的支持相对较新 而且主要是出于机会主义 当胡塞人起义开始二十年前 同时针对野门和沙特政府时 他并没有得到伊朗的重大支持 随着零星的起义演变成内战 胡塞人在2015年夺取了萨纳 他们也在没有伊朗的重大支持下 做到了这一点 尽管他们的成功确实促使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本 萨勒曼对他们发动一次迅速而决定性的打击 实际上 这既不快速也不决定性 伊朗人直到2017年 才开始以严重的方式干预 此时 胡塞人已经独立地证明了 他们的真实性和他们打击沙特人的能力 这种援助包括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对伊朗来说 胡塞人从来都不是像伊拉克或叙利亚那样的核心利益 也不是像伊朗在真主党方面所做的数十亿美元投资那样的投资 相反 胡塞人是一种以低成本方式 为伊朗提供额外地区影响力的方式 他们代表着拒绝现状合法性的地区力量的适度投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圣城部队前指挥官卡塞姆 索莱曼尼帮助发展了伊朗在中东建立抵抗轴心的想法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不是为了在整个地区扩大伊朗的控制力 相反 这个想法是 通过更少的资金和更松散的控制 伊朗可以在各个地方扩大其影响力 由于摧毁比建设更容易 由于影响比控制更容易 伊朗的战略与其有限的资源相一致 在我看来 伊朗试图传达的信息是 如果伊朗感到不安全 其他人也不会感到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考虑伊朗和胡塞人在这里的战略目标 伊朗的目标更加广泛 他们试图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地区大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需要减少 当然 伊朗的地区野心 使地区国家相信 他们需要美国继续留下来 我们正在看到 伊朗战略的轮廓变得清晰 伊朗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增加对该地区 对美国地区存在的敌意 这意味着 既要利用地区对美国 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的敌意 又要说服政府和公众 美国是一个肆意使用暴力 且军事无效的国家 给中东带来混乱 而不是稳定 投资于激怒美国报复的代理力量 是其中的一部分 伊朗还投资于确保 伊拉克既不成为 该地区的政治灵感 也不成为美国 可以投射力量的基地 它还投资于 对美国伙伴的相对温和的袭击 这些袭击低于 引发美国报复的门槛 但可以归因于伊朗 这使得许多邻国 对美国支持的价值 产生了质疑 并寻找办法安抚伊朗 当然 伊朗将其批评 所谓的美国霸权的信息 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一致 后者有其自己的原因 增加对美国 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的抵抗力 破坏美国国内对中东部署的支持 也是伊朗战略的一部分 它试图将美国卷入中东地区 一系列多样化 分散和无限期的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没有明显的终点或胜利条件 在伊拉克战争和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伊朗打赌美国公众 对在中东进行另一场长期的 美国军事行动没有多少兴趣 胡塞人的目标相对较窄 他们准备在也门 获得更大的权力 并且他们相信沙特退出近九年战争的努力 将带来沙特援助和认可 他们认为 展示他们的军事能力 以及他们愿意进行军事打击的意愿 将增加他们与沙特阿拉伯的谈判筹码 并增加他们对伊朗的价值 他们的重要外部赞助者 从国内角度来看 也门人对巴勒斯坦人表示真诚的同情 胡塞人表现出 与巴勒斯坦人团结行动 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人 但这确实帮助了胡塞人 他将也门公众的关注集中在战争 胡塞人在这方面相对熟练 而不是治理 他们在这方面不熟练 上 9月份 反胡塞人的抗议活动升级 胡塞人开始大规模逮捕和平抗议者 让公众支持他们 捍卫巴勒斯坦人的行动 将话语转移到胡塞人更为舒适的地方 此外 将自己呈现为美国的有利对手 增强了他们的威望 将他们描绘为既强大又无畏 对美国来说 坏选择比好选择更多 实际上 没有明确的好选择 伊朗和胡塞人都在玩一场长期的游戏 伊朗希望美国人厌倦中东 他们希望该地区厌倦美国 胡塞人希望每个人都厌倦他们 然后屈服 从美国政策的角度来看 胡塞人认为 我们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是短暂的 他们正在看几十年的巩固统治 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承受多年的困境 因为他们预期的回报将持续几十年 美国政府希望解决问题并继续前进 通常只需要几年时间 两者都渴望等待美国 每一方也从对美国成功的期望较低中受益 他们的单纯生存 就是一种胜利 如果他们的袭击中有百分之一是成功的 比如 伊朗支持的部队 最近对约旦22号塔的袭击 他们认为 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他们都愿意袭击任何数量的软民用目标 从商业航运到基础设施 他们攻击的对手比他们更有损失 尤其是胡塞人 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被威胁 几十年来 他们一直在临时设施中运作 并且已经适应了 没有足够食物 自来水和电力的生活 近十年的沙特袭击 使他们擅长隐藏自己的资产 并迅速行动 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小的目标空间 使其倒退变得困难 他们擅长要求对手 使用昂贵的武器 来使他们的廉价武器失效 简单地使用优越的情报和火力 来打击伊朗 从根本上消除胡塞人的威胁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沙特阿拉伯 什么因素会让埃及对巴勒斯坦人开放边境 德国之声 埃及拒绝了以色列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迁往西奈半岛的计划 以色列国家安全和犹太复国主义战略研究所表示 这场冲突为撤离整个加沙地带 提供了独特罕见的机会 埃及担心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返回 该研究所表示 该计划将是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撤离 并重新安置到该地区其他地方的一种方式 还有报道称 以色列政治家曾要求欧洲同行向埃及施压 要求其开放边境接纳巴勒斯坦人 埃及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就一笔60亿至120亿美元的贷款进行了谈判 以帮助支撑其经济 有人提出 如果埃及同意接纳巴勒斯坦人 IMF可能会免除埃及的部分国际债务 然而 分析人士表示 埃及太重要了 不能失败 西方更关心的是埃及的不稳定 而不是加沙地带的冲突 巴勒斯坦人逃离 以色列下令撤离被围困的纳塞尔医院 半岛电视台 据报道 以色列军队下令撤离加沙南部城市汉尼市的纳塞尔医院后 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被看到离开 但医疗援助工作者表示 仍有重症患者留在里面 以色列军队于周二下令撤离该医院 以色列军队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的一篇帖子中表示 哈马斯继续在医院进行军事活动 目击者和医疗非政府组织 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简称MSF 表示那些躲在里面的人 听说有人在离开的路上被击中后不敢离开 以色列军队还向医院内的人开火 包括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有多少以色列人被释放或被解救了 半岛电视台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拉法市进行了一系列空袭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67名平民死亡 据称 此次行动是为了解救自去年10月以来 一直被哈马斯扣押的两名以色列人质 以色列声称 解救人质是其对加沙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 尽管通过外交谈判和停火协议释放的人质 远远多于军事行动 以色列军方还对一些人质的死亡负有责任 数百人在以色列下令撤离后逃离加沙南部医院 纽约时报 根据医生和现场视频的说法 周三 数百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正在加沙地带的一家大型医院逃离 以色列军队命令他们离开 并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 以阻止据称在医院内进行的哈马斯活动 数千名加沙人已经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疗中心避难数周 他们被迫逃离加园和加沙其他地区 原因是以色列对该地区的猛烈轰炸和军事命令 要求他们离开城镇和城市 加沙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外交政策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 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破坏 本文认为 高度的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 是冲突发生在城市环境中的结果 文章将加沙的情况 与之前对抗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和拉卡的战斗进行了比较 那里也发生了类似的破坏 城市环境为防守方提供了优势 使得攻击方难以前进而不造成重大破坏 此外 哈马斯使用地下隧道和地下掩体 进一步复杂化了局势 因为这些结构通常隐藏在平民区域内 在以色列空袭时会造成附带损害 文章还指出 哈马斯有意将平民置于危险中 将他们用作人肉盾牌和信息战中的弹药 文章最后指出 随着城市规模和密度的不断增长 未来的战争很可能在城市地区造成重大破坏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东地区的最新动态 首先是关于拜登对中东的新计划 据报道 拜登政府对中东地区的处理方式 并没有什么新意或希望 尽管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比如对约旦河西岸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 以及将军事援助与遵守国际法挂钩 但该计划最终仍然不足 虽然拜登政府专注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但未能解决基于威权统治的安全战略的根本缺陷 此外 美沙安全协议被视为对抗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但这种协议是否能确保沙特负责任的使用武器还存在疑问 最终 拜登政府需要认识到巴勒斯坦解放的持久重要性 以及依赖压制性政权来维持稳定的缺陷 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使美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问题上的政策符合国际法 支持对潜在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并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存在 接下来是关于美国在中东受到批评的消息 美国正在面对一个它从未想过要对付的敌人 由伊朗支持的组织利用中东地区的混乱局势 过去一个月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创纪录的袭击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联合国警告称会在加沙发生屠杀 这些袭击使得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 需要更多的外交努力以避免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 此外 加沙地带的局势也备受关注 以色列威胁要在加沙南部的拉法赫发动地面进攻 这引起了人道主义组织的担忧 双方仍在努力促成停火 但谈判并未取得明显进展 加沙地带的冲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 我们还关注到了中国在中东战略上的角色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崛起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尤其是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 中国未能进行调解或采取外交行动 尽管中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 并将自己定位为崛起的全球大国 但其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削弱美国 而不是采取行动解决冲突 中国的战略是与美国共存 并说服地区国家在与美国的关系之外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不作为和自私的做法 凸显了其关注削弱美国 而不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中东地区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有什么期待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将尽力回答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6度简报